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彼得的频道 今天大家一起来做欧达欧达 欧达欧达,是以鱼肉泥与各种香料混合 在东南亚一带非常常见 也是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婆的代表美食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将60克辣椒干剪成小段 今天选用这品种,外表光滑,辣度较低 剪后去掉种枝,再清洗多遍 热水浸泡30分钟 两片风干液,去椰梗后再剪细 马娇鱼,取鱼肉450克 也可以用其他鱼类取代 放入搅拌器,再加入三颗冰块 冰块有助于搅碎的鱼肉,较Q弹,更有劲道 搅成泥状厚的鱼肉,盛起备用 接着,将其他食材稍微切细,方便搅拌 100克小红葱 60克蒜瓣 10克黄姜 10克生姜 一根香茅,取嫩筋部分 以及60克红辣椒 将切细后食材倒入搅拌器 加入沥干后的辣椒干 三颗浸泡后食粒子 6克巴拉煎 这是马来西亚特色调味 多用在马来餐与娘惹菜中 最后是50克植物油 然后再将所有食材搅成糊状 倒入大碗中,开始调味 一小时白糖 一小时鸡筋粉 以及半小时盐 很简单的调味 60克虾仁与鱼肉分次加入 方便拌匀 次阶段若搅拌越久 成品口感将会更Q弹 200毫升浓液奶 风干液 一个鸡蛋挤两大匙玉米粉 将所有食材拌匀 欧搭料就完成了 备好20片香蕉叶 每片6寸宽 热水烫软 再抹干 取出一片 少入两大匙欧搭料 先将胶液左右对折 再用牙签两头扣住 再稍微按扁 两端修平 将包好欧搭欧搭 放入平底锅 小火反复烘烤 烤至焦香即可享用 将烤过乌搭的锅 湿巾清理干净 将剩余乌搭放入 重复至完成 此食谱完成后 共20个 欧搭欧搭烤熟后 最好趁热享用 烤熟后的成品散发一股香味 金黄色 特别好看 焦香 微辣中带点鱼鲜味 嗯 好吃 销人没法停口 欧搭欧搭吃法多样 这里再向大家推荐 另一个制成汉堡包的吃法 汉堡面包对半切开 切面涂上一层薄薄牛油 然后用平底锅 低火烤制微焦 等待过程中做个酱料 四大匙米奶汁中加入辣椒酱 与番茄酱各两大匙 拌匀后倒入挤花袋中 备用 将烤箱面包 将烤箱面包 离火备用 锅内倒入适量食用油 将欧搭欧搭 稍微煎香 搅入一个鸡蛋 搅入一个鸡蛋 在将欧搭裹入蛋中 汉堡包中 垫上沙拉菜 加入欧搭蛋 挤上美奶滋酱 美味的欧搭汉堡包就完成了 趁热享用 风味最佳 如果大家喜欢就试试看吧 我是彼得 期待下次再见 拜拜